这才是真正幸福的人生 为了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家 夫妻二人齐心协力 耗时一个月 建造出一栋精致的二层小别墅 男人名叫尼克 她有一个特别贤惠的妻子梅拉 二人今年毕业后 偷偷拿着户口本结了婚 但是他们双方父母 并不同意这门婚事 尼克的父母也不给他们买房子 但是梅拉从来不在意这些 既然家里没有房子 那就出去自己建一个 虽然建房子是件极难的事 但只要想到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早上尼克叫醒熟睡中的妻子 两人收拾好自己的行李 再拿上仅存的两袋石灰 离开这个脏旧的房子 来到他们之前选好的地点 开始动手建造心中温暖的小屋 尼克放下石灰 去河边盛了一桶水 先把水泥搅拌好 再倒进几个圆形容器里 待水泥凝固成形 去掉容器外皮 这便做好了他们房子的地基 幸福的小屋便是要建造在此基础上 二人盛着房子还没建好 躺在这片土地上凝望天空 憧憬着他们以后幸福的生活 休息片刻依然要工作 还好在去年冬天和夏天 他们每隔几天就去砍一些木材备用 所以现在只需要给这些木材 提取发毛的表皮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为了能将木材均匀的屏分开 尼克先拿出木斗弹出屏分线 用铁蝎子打出裂纹 再用木蝎子深深插进里面 逐一敲打使石木分开 接下来需要把分开的石木瓶 插进水泥柱里 只见尼克在下方给石木做好标记 再将其打通插进 离成功又进了一步 接着尼克使用一种特别的手法 将一个类似圆规的铅笔调配平衡 在树上画出轮廓 按着画好的轮廓 给石木切出相同的凹槽 使其可以准确平稳地相扣在地基石木上 然后尼克又从基地扛回一些石木 准备用这些石木架高后面地势较低的基础 万事开头难 只有将地基搭建的坚固 才可以给他们一个长期稳定的家 可是天宫独作美 正在镜头上的两人被一场大雨打断 只能等明天再开工了 期待明天他们可以快进一大步 这绝对是最牛逼的福气了 两人为了早日实现住别墅的愿望 拼命工作一个月 用了500根天然石木 终于建好属于他们的幸福之家 而这种木屋别墅又有谁人不羡慕 由于昨天下了一场大雨 导致他们没有完成心中的工作进度 恰巧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晴天 尼克和梅拉早早便来到这里 二人齐心协力 必须将昨天没有做好的地基加工出来 尼克为所有地基住的凹槽处留好孔洞 用损卯结构固定上下石木 接着在基础主粮上刻出与石木相契合的凹槽 同样用损卯方式相拼接 完整的地基大工到城 接着用买来的大木板整齐地铺放在上面 再将周围多余出来的石木修剪整齐 早上的任务已经完成 休息片刻后 带树叶变成红色灵感也随之到来 尼克和美达开始为他们的小家做包围 因为做木屋必须全部都用石木 所以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量 但是二人仅用了秋天冬天春天三天便完成了 在这三天内 他们为自己的小屋加装了几个窗户 并做好了门框 虽然每一步都举步为鉴 但困难阻挡不了想去实现梦想的人 在他们开始的小屋做大梁时 尼克的老丈人被他们的毅力所深深蛰伏 只被女儿用了每小时三百刀的价格 请了过来帮忙 虽然价格实惠 但是老丈人是真出力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帮忙把一根大梁抬了上去 待美达将大梁安置稳定后 尼克用作地基的方法给大梁刻出凹槽 再将多根石木一次安插在其中 放上一些木板 二楼的地面也初见七星 接下来在南北墙壁上嵌入两根石木 作为屋顶的承重主 做完这些后 太阳也快下山 今天一天的工作也随之结束 期待尼克二人明天的创意建造 没有人会拒绝拥有一所如此豪华的木屋 全屋都有纯手工石木打造 不仅价格美丽 木屋成品更加美丽 不仅远离嘈杂市区 还可以寻得一方室外桃源 赶快动手给你的女朋友建造一个 绝对是夏天避暑首选 前两天尼克和美达经过不懈努力 终于搭建好了木屋的地基和包围 早上风和日丽 尼克夫妇二人早早地来到木屋二层 不知道他们昨天是否花费了太多精力 能否快速地完成今天的任务 尼克利用昨天做的承重主 在两侧架起三角形支撑柱 花费九牛二虎之力 将一根横木搭建在承重主上 再用一段石木给横木和支撑柱 做一个三角支点 接着他们又扛来许多石木 依次将石木搭建在横木上面 这一根石木就有几十斤的重量 并且不依靠任何工具 要想搭建完成真的绝非意识 还好他们二人没有恐高症 不然单坐在横木上 我真的替他担心 随着二人齐心协力 把石木一根一根钉接在上面 从远处看 小屋已经有了完整的心态 歇息片刻 尼克夫妇从超市买来许多房顶木板 接着美达在下面 依次给尼克递上木板 轻而易举地将木板钉在屋架上 但是随着高度的上升和空间的变化 最后几块木板可费了好多力气 尼克也不管自己的生命安全 不依靠任何保护措施 直接站在屋顶斜面工作 再将最后两块木板都放好后 尼克坐在屋顶三角处 小心翼翼地将它们钉好 屋顶木板都做好后 他又用一把锯子将屋架多余出来的石木锯掉 然后二人来到房间 将买来的防水布料剪切好 给屋顶铺上可靠的防水层 即使下暴雨也不会将它们淋湿 做好防水层后 尼克拿来昨天从老王那买来的防暴屋檐 进一步给木屋增加耐用值 晚上他们又开车去买了一些钢板屋顶 最后为木屋安装好钢板顶 才算是完美的创作 随着夜晚降临 今天的任务超额完成 是时候停止建造去补充点能量 希望它们可以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才是最令人惬意的生活 根本不用考虑买房的压力 也不用考虑生活的负担 每天日生而作日落而息 住在自己搭建的木屋里 也是另一种风味 或许这才是人生的意义 昨天尼克夫妇为自己的木屋搭建好了房顶 木屋的大工程基本完工 但如何使自己的木屋变得更加美观舒适 才是他们现在所要面临的问题 自己的房子当然是要自己住得开心看得顺心 早上起来他们从超市买来许多房巢棉 这么一个完美的木屋 当然是要住很多岁月 美达在屋内填满房巢棉 尼克坐在屋下用胶带将它们固定 铺满整个房间后 再用一块大塑料布做好防水 最后再给地面铺上一层饱满软板 然后二人又买了一个炉子 在角落用几个扁石做铺垫 用水泥将其固定 洗刷干净 正好可以放好炉子 接下来他们将买来的木板修剪切割 先将已经做好的窗户定在木梁上 然后把按测量好尺寸的木板 逐个镶嵌在框架中 随后二人共同将所有窗户依次安装好 完成这些 他们开始给整个木屋刷满防水涂层 为小窝增加爱的颜色 尼克也将所有多余出来的横木切掉 休息片刻后 开始安装昨天买来的烟囱 只见尼克找好位置来到房顶 二话不说先给小屋捡出一个窟窿 接着又跑到屋内将排风口固定好 又拿上加长烟囱桶跑到屋顶 用502胶水和螺丝将其固定 并回到屋内将排风口和炉子相连 有了这个大炉子 再也不怕冬天的寒冷啊 为了附和炉子的颜色 他们又给其周围的地板上铺满碎石 打扫完毕 一楼完工 经过这么多天的努力 他们终于收获到了些许成功的果实 至少最困难的工程已经全部完工 接下来咱们一起期待 看他们如何美化自己的小窝 每一个男孩子应该都不会拒绝 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朋友和你一起建木屋吧 虽然房子不大 但却是两人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建造的 想想以后居住在这里 触摸到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自己的汗水 该是多么一件幸福的事 尼克夫妇用了一周的时间 为一楼铺好了保暖板 加装了炉子 又用石块镶嵌好了地面 今天他们准备给二楼做个精致的装修 美达小心翼翼地将窗户塞进窗架中 然后尼克在屋内给窗户打好荷叶和螺丝 在窗户稳定后 去窗外取下防护栏 漂亮的小屋之鼹鼠实令我心动 接着美达给二楼各个墙面铺好防潮棉 再用红色胶带固定好屋顶的保暖板 来到一楼 尼克用和尺精准地测量出大门的尺寸 然后把几块木板合并在一起 再用木段将它们固定 裁剪好一些保温板 嵌入至门框里面 最后给门盖上盖 一个足足三层厚的大门出炉 试了试门的大小 正好与门框相匹配 接着给大门和门框刻出荷叶的占用面积 用螺丝固定好荷叶 一扇简约且不失风度的大门就安装好了 然后它们在屋外将多个木板打平 修剪好尺寸 来为二楼铺设地板 从一楼向二楼望去 认真工作的美达真是太美丽 做完二楼的地板 它们又运来许多木板 因为现在一楼只是铺好了保满板 还需要给它铺上一层地板才可以算完工 经过尼克一下午的测量调试 终于将这些木板切割成符合一楼面积的地板 接下来开始铺设地板 就看尼克的技术和它的手速 没有十年的单身经验我是不会信的 铺设地板是慢工出细活 毕竟是自己纯手工建造的幸福小屋 一分一离都不可以有偏差 必须将地板严丝合缝的对接成功 将木板铺设完美后 两人合力为地板刷漆 要尽可能地使这些木制品不被养化 同时还要起到美化作用 经过两人一天一夜的奋战 终于将屋内各个细节处理好 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的成果 不知道明天他们还要为木屋做些什么 这才是人生最正确的打开方式 青春正当年时与自己心爱的人 一起在无人的世外桃源建造温馨小屋 昨天用了一天的时间 尼克夫妇为小别墅两层铺设好地板 今天早上起来 他们先得小屋所有的窗户装订木板 防止遇到大风天气会将窗户吹坏 接着他们去山上砍掉几根没人要的白花树 去掉树皮打磨光滑 用铁蝎子刻出笋毛凹槽 测试是否有偏差 接着掀开保暖垫 在地基上刻出符合石木的凹槽 将这些石木与地基固定结合 并在其上面安放好主粮 再把多根石木搭建在主粮和防粮上 然后在搭建好的雨棚架构上铺设木板 顺带剧掉多余出来的粮木 接着测量好一根白花木的尺寸 使其能够合适地架在雨棚主粮之间 再用一些木板为雨棚做护栏 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完善工作后 从车库运来一些木板 开始给雨棚铺设地板 还是按照屋内的铺设方式 一定要严丝合缝 不能有任何的吐气 最后再给地板刷上前几天剩下的防腐漆 为了防止夏天蚊虫进入 尼克还买了几块窗纱 同样给它们钉在雨棚框架上 这回除了尘土 别的东西想进来那是不可能的 做完这些工作 美达明显疲惫了 悠然地坐在雨棚里 吃着零食看着风景 但夫妻两人总得有一个干活的 作为男子汉的尼克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乘着妻子休息 他自己独自为雨棚安好方言 美达不忍心看丈夫自己工作 放下零食 上来与尼克一起铺好防水布 最后二人一起为雨棚定好钢板 做完一切 两人又给木屋墙面进行美缝 用混凝土填堵好木屋的缝隙 待工作全部完成 小屋就真的建好了 期待了这么久的木屋果然不复所望 是我心中所想的那样 如果给你们一次机会 你们是否也会在荒野中建造一所属于自己的木屋吗